先把电推上去 你们现在这个样子就是逼人造反 我就跟你们讲啊 我们把话已经收到这个程度上了 你们是要逼人造反 知道吗 逼人造反 刚刚谁拉到我家的电 张三人理事姓名先告诉我 谁拉着 业主从厨房里拿出一把菜刀 愤怒地和大白对峙 场面紧张 我们理性一点 不要不要 我们现在就很理性了 我负责 另一段视频显示 大白要强行拉走居民去隔离 并威胁 如果抗病进行处罚 将影响三代人 强势以后 都对你们进行处罚 你们没有资格强行拉走我们 不好意思 进行处罚了以后 不要影响你的三代 这是我们最后一代 谢谢 5月10号 北京朝阳区美景东方 没有疫情也被封锁 居民愤怒 集体下楼抗议 为了自由 为了民主 还讲法呢 他们 有外地工人被困在上海 回不了老家 靠借债度日 精神崩溃 中共当局强制清零 令很多人无家可归 露宿街头桥洞 现在当局连这些无家可归的人 也不放过 集体驱赶 还有的小区为了防止人员逃离 竟然在围栏涂抹机油 在上海又有民间作品传出 引发网友共鸣 另外有一段英文视频 火爆网络 作者一度被上海警方抓捕 后来作者报平安 以获自由 我站在我的宅宅 在市中央市中央市 我们听说 它是非常难复权 购物和食物 在上海 我们有几千 几千 在极端防疫政策下 当局暴力执法侵蚀民众自由 民怨沸腾 新唐人记者赵凤华 林明迪综合报道